我好桃園做工做開七年多 一開始來做工就做打殼 排賽、出品 我來到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懂 不知道運作是怎樣 我師傅Sam哥有教我很多東西 不過是有時候兇了多少 兇了多少都是為了我們好 要我們學懂那些東西 不知道什麼都不懂 廚房那裡的同事可以說是一家人 將這個特別SQ 是我師傅Sam哥和公司推薦去讀 我師傅Sam哥叫我上這個過程的時候 我就覺得讀書呀? 我不好 又是英文那些 又不好 有些怕去讀書 為什麼讀一天不錯 第二天開始慢慢慢慢習慣了 到畢業為止 讀這個課程沒有感覺到 讀到一半我去讀了 如果讀到一半 那一半都要廢 不如不要來讀更好 我姐姐那些知道 我有跟她說 我要讀這個過程 那發雅人笑我 叫你讀書你不讀 我現在叫你讀書你去讀 我讀努力一點 我沒有口哭零雞蛋回來 畢業了很開心 不用去讀書了 不過不能讀 沒有什麼習慣 我想這個過程幫到我學了很多東西 畢業了 我很幸運申請到我EP 是體力本人 和公司幫你申請 如果還有一個階段可以讀的話 我都會去讀 讀這個過程之後 有幾個想法 不同於之前 現在想的東西比較辛苦多 好